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超大外跟妳看電影 讓妳看電影給我跟 我是超超大我們現場來由Jerico 是的 康姆倆的組合知道說我們的跟妳平電影的組合又回來了 跟妳平電影在每個半天的晚上8點在YouTube這邊做直播 歡迎大家在直播上來跟我們做互動 當然沒有跟到我們直播沒關係 我們在隔一天或是在隔兩天來更新我們的Podcast 所以在各大聲音平台上面搜尋 超大外跟妳看電影 還有我們臉書 IG 都要發熱播才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更新啦 沒錯 好的 我們好久不見了 跟妳平電影又回來了 上一次是這個吃火鍋 也沒有好久不見嘛 沒有 跨年嘛 對啊 然後 也算平電影 那算平電影嘛 好啦 我們講了20部欸 對 是不是 講了20部 然後直播了3小時 然後lag了半小時 對 對 反正就是 呃 上一次就是分享了我們的十大片單嘛 2023年十大片單 那這一次我們就回歸正常 我們就是一開始先評電影 然後等一下我們就會來報新聞 對 那這禮拜呢 我們要來回顧的是這個 這一週的芯片啦 那這一週芯片就進入到1月的第一週了這樣子 我...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最近看電影的人數值越來越差是不是啊 哈哈哈哈 就是啊 這個等一下Jerico可以來分享一下 對啦 對啦 看電影的時候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但是我呢 我也有 你也遇到 我就發現好像大家最近很喜歡滑手機欸 就不管看什麼電影都在滑 對啊 真的是...啊我不知道 我其實比較少遇到滑手機 我遇到太多滑手機了 而且那種滑手機是... 因為我覺得可能一方面是因為我很喜歡坐在最後一排 我也喜歡坐最後一排啊 所以就看到... 你會看話整個影廳裡面發生什麼事情 對 我覺得很像風紀古早的管治序 對 那個四排三號手一收起來 對 之類的 啊 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 但那滑手機這個啊 這個真的是很煩 我不知道 花錢進去電影用滑手機是怎樣 我也不懂 大家覺得... 就好像... 我覺得我覺得... 我自己遇到的都那種什麼 就很明顯他可能就... 不是進來看電影 嗯 他可能就只是... 就像XXXX的分享 大家買完菜進來吹個冷氣 休息一下 回家或是... 可能中間晚上有空檔 大概有其他事情了 想說啊進來 或是中間上班 可能通跑出來啊 然後看個電影休息一下 嗯 那種類型 或是通常這種類型比較常會 拿出手機 然後在那邊稍微看啊 好不好 好啦 總之 我們這禮拜 會分享的是四部電影的短評 大家馬上進入到我們的第一部囉 好的 我們這禮拜要評論第一部電影呢 是魔法公主 哎呀 假修... 哦不是 那個是魔法... 少年 魔法公主 哦這個算是... 回為27年重版大一幕的宮崎季經典電影喔 嗯 哇 27年前啊 27年前的等於是說我... 9歲 然後Jericho還在游 對我還沒有出生 還沒有出生 還要在大概快4年 對啊 1997年的事情了 對那這一次就是重版大一幕 我就非常興奮 然後大西也是非常的期待這樣 然後就去看了泰坦廳 嗯 好爽啊 好爽喔 哇這部片在泰坦廳看真的超震撼 哦我覺得那不是震撼可以足以形容欸 我覺得是... 就爽 就爽 哈哈哈哈哈哈 有誰跟我們看小朋友 沒有這真的就是一種 很超現實的享受這樣 然後我覺得更有趣就是說 因為這部片1997年喔 那個時候我10歲 我10歲在國小欸 仗義的時候我完全不敢看這部 哦 這部的預告片它弄得很血腥 然後看到這個海報嘛對不對 然後它又... 嘴巴又... 對啊 所以就... 就是你知道當時我對宮崎駿的印象就是 啊龍貓很可愛 然後... 哦風之谷 嗯 風...哎呀風之谷那個... 那個王蟲也很惹心喔 那時候 對啊小時候看會覺得 然後... 對 紅豬啊很可愛 然後魔女仔這邊很可愛 啊對很可愛 就會覺得說 欸怎麼宮崎駿這次來那個魔法公主是什麼東西 我不太懂 然後... 因為魔法公主嘛 嗯 你就會覺得你知道 小時候就會覺得 就是啊 我才不要看到什麼小朋友看東西這樣 啊啊 魔法 對啊魔法 然後又有公主 然後又有公主 就...對 結果我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什麼巴比之類的 不知道 就是迪士尼公主之類的東西 對 所以... 那時候我就沒有... 特別有興趣這部片這樣 然後直到我忘記哪一年喔 我忘記哪一年那個... 呃... 好像中間竟然還在哪裡 然後就有辦公主進的動畫展 然後我就有去看 然後當時就是我跟我媽這樣子 然後我就把我媽拖去這樣 然後我媽是很可憐這樣 然後呢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說 當中就是... 當然就是看公主進的那些作品啊 然後原稿啊 手稿啊 什麼什麼有的沒的 然後中間就有一個地方 然後放片段這樣子 然後就放到魔法公主的片段 然後他放的片段就是那個... 就是... 呃... 大家如果有看這部片的話 裡面有一個劇情是... 呃... 那個人類的山...就是山城吧 有個... 城寨這樣子 城寨 對 然後... 這個魔法公主的這一個... 小...小桑 然後他就... 呃... 騎著白色的狼 非常大的狼 然後就是要攻入那個... 人類的那個城寨這樣子 然後就是那一段這樣 然後我就看得非常的... 入迷這樣 我想哇好酷啊 然後動作什麼的 那個... 很流暢這樣 然後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我媽竟然在那個時候 也跟我一樣看得很入迷 然後就問我說 這部到底是什麼這樣 連我媽都這樣講 哦... 所以你就知道就是... 哇這部片 光看預告片啊 或者看一些片段 我就覺得說 它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作品這樣 嗯... 那這部片呢 它主要的劇情就是在... 描述說 這個日本的... 算是... 呃... 士丁時代啊 士丁時代的一個... 幻想世界這樣 那... 當時的這個... 呃... 夏宜族的少年 他為了保護族人 免受於一個叫做邪魔的詛咒的侵擾啊 所以他就前往西方 然後就是... 看到了人類跟森林的一些神奇喔 來呃... 就是進行發生的一些衝突這樣子 然後捲入了這場衝突之中 那... 簡單來講 劇情就是這樣子啦 OK 那我不知道Jerico有沒有看過 我好像以前有看 但印象沒有很... 印象沒有很深刻 因為我看到很多... 資料是顯示說 當時... 宮崎駿他要打入... 這個... 好萊塢市場 結果好死不死 這部片在上映的時候 就是剛好跟... 諸落記公園打對台這樣 哇... 對... 那你就想想看嘛 就是說... 好...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美國片上 看到一個日本動畫 你會希望說他... 就是... 用什麼樣的方式 然後或是... 主攻什麼樣的族群 你一定是... 就那種... 合家觀賞嘛 然後家庭嘛 可能給小朋友看之類的這樣 因為這部片裡面有很多 蠻暴力跟血腥的畫面 也不是到那種就是你知道 皮蓋肉沾鍋幹嘛的 那種很恐怖的 對... 但至少就是對一個動畫片來講 裡面有血出現... 流血... 斷手斷腳之類的斷頭 這種畫面一出現 你當然會覺得就是說 哦... 等一下哦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發行商 你看到這個東西 欸等一下 我是要打合家觀賞 你怎麼給我這種東西啊 所以我記得印象中 那個時候是... 這個... 他跟米拉麥克斯影業有合作 然後打算要進軍國際市場 結果當時就有跟宮崎駿講說 你能不能先刪... 就是刪減這樣子 對... 然後宮崎駿就不肯 所以就他堅持要上 然後沒想到就意外的 他就打入了這種 所謂的就是 改變了大家對動畫片 是給小朋友看的這種印象 對... 所以我覺得這部片 他第一個 我覺得要注意的事情是 如果你還沒看的話啦 就第一個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說這部片 他絕對不會是一個 什麼很童趣的動畫電影 啊當然裡面有很多那種 呃... 很可愛的一些動物的設定 比如說像小精靈啊 或是呃... 動物啊 就是白白狼啊 或是什麼山豬啊 或是一些可能 我們剛剛有講到嘛 森林的神奇啊 這些動物的一些東西哦 是還蠻酷的這樣子 可是他絕對不會是一個 什麼在講龍貓 在講天空之城這種片子 他會蠻嚴肅的 而且他的題材啊 我自己個人會覺得說 你可能要有一點人生歷練 你還可以看得懂 尤其是我覺得這部片 他也蠻特別的是說 吉普利他把這部片的設定 設定在士丁幕府時期 那士丁幕府 可能你要先知道一下就是 當時的歷史狀態是怎麼樣 就是說日本的歷史啊 有分很多不同的這個幕府啊 哦 那這個士丁幕府就是在戰國時期 發生之前的這個幕府 那這個幕府是 這個姓是姓什麼 就是姓竹利啊 基本上就是像什麼竹利益滿啊 竹利益招啊 這種應該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一個名字哦 像比如說最知名的一個 當時的人物應該就是一修和尚 一修 大家在看那個動畫的時候 應該都知道說 裡面不是我將軍大人嗎 那個將軍大人就是竹利益滿 哦 所以竹利士 所建立起來的這個幕府 就是士丁幕府時代這樣子 那當時的這個 這個士丁幕府時代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態呢 基本上呢 就是下半上的時代啦 哦因為這個呃 竹利益他們會發擊成為所謂的 真夷大將軍 或是所謂的幕府哦 這些都是因為他靠著武力 去打出來的天下 那在士丁幕府之前呢 這個其實天皇的權力是還蠻大的 啊就是說他等於是他直接的統一 啊或是統治人類的 就是就是日本社會這樣子 然後呃有經過一段新政這樣子 所以等於是說是到了士丁幕府之後呢 有很多的那種 武裝暴力的一些集團 然後他們去戰地為王 所以才會變成是後來的 這個所謂的下課上啊 這種戰國時期的那種 各大軍閥 盤踞的這樣的一個時代 那所以這部片里面他有講到一些 我覺得那個時代背景底下 蠻有趣的一些現象 比如說人類他們在戰亂 然後他們在爭奪這個地盤 那爭奪地盤當中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爭奪資源哦 所以其實在爭奪資源這一件事情上面 他就是透過當時的時代背景 然後來看到人類跟自然界的一些關係 再來就是當時的這個故事 我們剛剛有講到 就是說武家他打倒貴族之後 他們自立為王嘛 所以變成是人在享受這些權利 所建立起來的這樣子的一個社會 那這個社會之於人 有什麼樣的一個關係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還蠻神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是說 這部片他有很多很奇幻的東西 可是你不會覺得格格不入 而且這些格格不入 就是你不會覺得格格不入之外 你好像看得懂 他在裡面講的什麼東西哦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不難懂 但是我覺得他需要一點點人生歷練 所以我覺得小朋友 真的是非常不適合這部片 如果你想要看一些就是怎麼講 就是說看這部片你想要有一點衝擊感 你想要獲取什麼樣的一些啟發 我覺得他需要一點點年紀耶 那真的我覺得沒有必 我覺得沒有必要帶小朋友進去看這種片子 要不然我覺得應該會 會很有這個做噩夢的可能性哦 那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這部片 他算是一個還蠻特別的一個題材 然後用大螢幕來看哦 真的是一個非常 我剛剛說的嘛 一開始就講非常享受 為什麼享受呢 是因為這部片大家的規模 故事規模還有整個的像 比如說動作啦 或是他裡面那種那種劇情的設計啊 我覺得他在大螢幕上面看哦 然後配合90樣的音樂 真的是非常的震撼這樣 所以我覺得就享受上面來看的話 如果你今天想要就是重溫經典 然後想要看一點點 就是這種哦 這種比較奇幻類型的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透過這種奇幻類型的故事 然後來獲得一些啟發的話 那我覺得這部片非常的適合這樣 那另外一個也要給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說這部片他有134分鐘哦 所以就等於是說超過兩小時 然後這部片 哈哈哈 就很明顯啊 就是我們 我在泰坦廳那邊看的時候 就是一個最後一排嘛 然後最後一排 就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很多人都在滑手機這樣 中間不耐煩這樣 那我也很 我也覺得很神奇 就是說這部片有什麼不耐煩的地方 那這部片他節奏很快 然後很怎麼講 哎呀 就是就是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會很投入在那個世界之中啊 那個氛圍很棒這樣 我覺得裡面有一段 我印象很深是 他有個設定是那個小精靈的 你有那種森林裡面 有小精靈這種東西 然後再引路這樣 然後然後帶著主角 然後進入到一個算聖池這樣 然後就可以看到那種螢光巨人 然後那螢光巨人就是山獸神啊 就是他的那個化身這樣子 然後在那個哇那個森林之中走動這樣子 然後然後我就我就我就 突然腦袋一轉這樣 就是說他那個場景設定是 哦他這些人受傷 然後他們要想說哦 受到這個森林裡面的小精靈的指引 然後要到一個地方去這樣 然後我心裡想說 啊幹這個不就是模型啊 哈哈哈哈哈哈 被被砍照啊這樣 哈哈哈哈 這樣聽起來就很像 對啊但是我好了 我覺得就是你知道 那邊看他看回來 我想說哎 這不是模型啊 然後走來去走 然後走來跑到一個地方 然後哎 很神奇 然後他們都被咬了這樣子 所以好啦 反正就就這樣 反正我覺得這部片他的 他他他很很需要這種 很很需要用心去體會啦 然後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是很喜歡那種大自然啊 然後 你你你自己本身就是一個outdoorcar 然後有去登山 然後有爬山 然後去欣賞美景 然後想要去探索那種 很未知的領域這樣 我我覺得這部片會是一種 很有趣的享受 因為就就畫工來看的話 就是當然啊 這支部片真的是很震撼 如果你用那個大螢幕看 哇那個山水 那種那個有山有水啊 然後那個雲霧繞啊 然後那個那個人物在那個大自然之中 然後走動那樣子的畫面 我真覺得哦好很舒服啊 很舒服這樣 所以好啦 以上這個就是佛法公主的短評 那這個這個算是1 1月5號的時候上映了啦 對 剛剛上而已 剛剛上而已嘛 就這禮拜 所以 我覺得應該會上滿整個時間 對 而且現在如果好像是他 他好像也有那個套餐這樣 對啊套餐啊 然後反正就各種組 對 然後有一個A1海報 A1海報還是螢光的那個 對我有看到 對對對 但你知道一千多塊的活 還有價值 對啊 我那時候跟大星就是想說 我就是有點衝動想要買 可是後來就是想說 啊算了 反正 對啊 好啦 總之 這個就是魔法哨 魔法公主 好 那我們看下一部囉 第二部我們要來評論的電影是 判敵的檔案 他這部片 Jeriko也沒看 對 我沒有想看 OK 你為什麼會想看 他是傑哈巴特的尖 是的 這邊就是傑哈巴特的尖 我在猜 有可能就是他原本想要演 可是後來可能沒時間 所以他就找了他的好夥伴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是他就是想做這個東西 嗯 然後可是 應該要找人來演 所以他乾脆就直接找他好 對 好啦 我們的雙面人 亞倫艾克哈特 主演的VM 然後他故事呢 就在講說有個犯罪組 只是殺死了 一些這個新聞媒體記者這樣子 然後就載贓給中情局這樣 然後就跟中情局勒索100萬美金 要不然他就會公開 可能就是比如說 中情局的什麼什麼 幣幣 對這個 你看 很典型的 所以呢 這個中情局就沒辦法 就只好派出了 他們這一個 呃這個 這深藏不漏已經退休的特工 就是這個亞倫艾克 艾克哈特 所飾演的這個角色叫做 瓦爾這樣 瓦爾 那這個瓦爾呢 他退休之後呢 他在做的是什麼事情呢 他就是氣磚工 就是專門在做那個水泥啊 哦哦 氣那個磚頭啊 哦哦 然後他那要 氣做牆 哦哦 做牆 哦哦 所以他就是 呃就是 隨身就會帶著那個什麼 哦 氣磚那個刀子啊 然後什麼有的沒的這樣 就是要重新招募他回來啊 然後一開始當然 他就說我不要嘛 可是後來他就發現說 在張中情局 然後殺死這些新聞媒體記者的 這個人 是他的以前的一個partner這樣 哦 哦 然後對 然後這個partner可能就是 比較信任他 所以他希望說 他出面然後去查明這件事情這樣 中情局就派了一個菜鳥 女特工 然後就跟著他一起去查這件事情 然後去找這個人這樣 很典型 是吧 非常的樣板 樣板啊 請聽我的這個舉行介紹 我已經把好朋友變成了一個大壞蛋 然後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必須得出面 怎麼知道 對 為什麼他會變大壞蛋 為什麼他要做這件事情 啊不知道 啊 怎麼想要請你出面這樣 因為你是他的好朋友 對 對你也可以說服他 就是典型的這個勤勒嘛 勤勒嘛 對勤勒 啊為什麼用我這樣 我如果已經那個 他退休了 我就退休 我就當那個水泥工了這樣 反正呢 這部片 我覺得有點 讓我意外 因為你知道 看到這個預告片 然後看到這個海報 看到這部片的 你不管是什麼行銷操作什麼的 我就覺得他 應該就是非常逼的電影啦 我不會有帶他 就是對他有抱什麼太大的期待 我完全沒有啊 我就想說 我那天應該就是去那邊 然後笑一笑 他爆米花啊 爽一爽 對 就下班 然後而且 哦 他安排的那個地方就是大直 就沒電話大直啦 所以就 欸 好啦 就下班過去 反正我現在就是 對不對 還可以啦 很順路啦 就是過去這樣子看一下 然後呢 我在過程當中 我就覺得 我看我一開始就超級 超級B級 你知道嗎 就是 演 不管是演技啊 或是那個運鏡啊 或是整個那個 就是你知道 所以他就會有 裡面有一個很典型很機掰的 中情局的老闆這樣子 那個一個主管 然後主管就很機掰的跟你講說什麼 哦 我就是要叫你去啊 怎麼樣啊 然後你知道就是 個性就很靠北這樣 然後那個那個女特工就是一個菜鳥啊 菜鳥就是會 是親戶啊 對 就是啊 可能出任務還會帶一個那個 你知道啊 行李拖著在那邊行李箱這樣子 然後 然後雅倫艾克哈特他就是只有 哇 這個帶著一個很輕便的 然後他的工具盒這樣 之類的就這樣 所以就變成是 哇塞 一開始的時候超級B 我還以為是看什麼 九年年代的那種 還好 那感覺 怎麼魔鬼毀滅者 感覺就很像是 吉拉巴特會做出來 會想要做的 對 然後我覺得 他讓我意外 我剛剛說 他讓我意外嘛 嗯 意外是什麼東西呢 是 這部片的 他的動作超屌 真的哦 這部片他其實動作設計超級厲害 就是 就是 我我覺得 你知道 哦 劇情就媽的就很 就很土 就很爛 就很土 然後什麼設定 然後 最後壞人 他做什麼事情 那超級好猜 啊 就是這些劇情 他只要這道文系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哦 乾 你可以快一點嗎 可以不要嗎 這樣 你再繼續解釋下去的話 我就會 就覺得啊 這不行 對 就絕對不行 可是 當他開始打架的時候 他打架的 開始到結束 都很莫名其妙 可是他打架的過程當中 那個的運鏡啊 然後取景啊 然後那個動作設計 什麼的 都很漂亮哦 超級漂亮 所以我覺得這部片 你真的就是無腦看 然後進去看動作 那感覺不錯啊 其實 對 他 他就是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他 他的動作設計很 就一開始第一場打架戲 就是 啊 我以前那個就是那個上司 叫我去 去 去查那個朋友 我拒絕了這樣 然後那個 那個女 女菜鳥特工 然後他也覺得就是說 我不想跟這個人群 然後他就繼續在那邊 棄他的專搶這樣 好不容易棄好了 然後就 莫名其妙就 掃 就被掃射這樣 然後他那個專搶就 就這樣沒了 沒了之後呢 開始就是要躲避那些人追殺 然後 然後他就會 就這個 那個在打架的過程中 說誰派你來了 這樣之類的 就是很老套啊 很老兔 可是 幹嘛打我的牆 對 之類的 就是你毀了我的專搶 這樣之類的 而且他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說他還特地 他還特地就是 讓那場打鬥戲 在雨中哦 然後雨中你知道 就是會有過肩摔 然後在那邊水花 對 然後那個水花什麼 灑出來 哇塞 好漂亮哦 我 我畢竟是講 真是 我 我 我不是在嘲諷哦 我是說他真的 超級厲害這樣 對 然後說哇 從屋頂然後打到 屋就是 一樓這樣子 哇塞好 其實真的還蠻漂亮的這樣 然後 東間有很多什麼 槍戰什麼的 我另外一個覺得說 哇靠 這個東西應該就是 什麼90年代 習威斯斯特隆 阿諾才會有的那種 東西就是 他最後面有一個 就是大 大爆炸這樣 爆炸 爆炸之後 然後他就 把那個鐵捲門 然後打開這樣子 然後就看到 哇那個 那個人的剪影這樣 然後後面都是那個 火哦 然後他就站在那裡 然後走出來 對走出來 然後哇 那個 哇你我中了 我當時知道 你會活著 之類的這樣 我就想哇塞 這個 這種運氣也太老土 好慫喔 但是就 就很漂亮 就很適合他 對 所以你知道 這種片 如果 如果亞倫艾克阿特 換成 傑巴特的 我覺得 對 就是 就是什麼 完全是 全面攻佔啊 對啊 我覺得他有一點 就是想要 就是去做 他喜歡做 可是他可能也 我覺得傑巴特 可能也覺得自己演太多了 對 想說啊 我就 好想要我拍了這麼多種類型作品 我感覺應該來自己做一部這樣的作品看看 嗯 然後所以才做這 才誕生出了這部作品 然後又找了他的好朋友 所以我覺得 我不就是 不會超出我的意外 就聽起來如果他是這樣的格局 然後這樣的步調這樣的內容 這部片真的 我真的覺得不意外 對啊 然後 110分鐘 欸 也剛剛好 感覺喔 不會太長 不會太長 就剛剛好 真的 就好 對 反正他就是 出國啊 打卡啊 然後 對 然後很多場景啊 這樣 他故事規模其實弄的拉的很大 然後看了出來就是說 但是他也是受限於他的可能製作預算或什麼 就是他也沒有辦法搞到 可能就是什麼漫威等級的那種動作 真的真的超大 對 所以我會把它定位成就是說 他可能就是小成本製作 但是在這個全球打卡的全面攻佔 對 感覺他可以變成叛蝶 感覺出一個叛蝶答案2 我覺得他有機會嗎 我覺得沒有辦法 我覺得沒有辦法 對 但 但 但這部片我必須說就是有點像是 傑哈巴特他想要小事身手 他當 所以 那我覺得他可以再期待他接下來會不會 感覺這一次聽起來他比較多的方法 如何重現那個 就是注重的打鬥場景 對 然後找回那種 90年代動作電影的那種榮光這樣子 對啊 聽起來很爽 對 那就是你反正也不會想要期待這部電影看到什麼很 對 驚人的巨型大逆轉 或驚人的什麼 沒有 不用 你本來就不會期待 讓他而畢 我看得出來就是他中間有一段想要逆轉這樣 嗯 對 因為我剛剛不就講完就是說他那個上司很擊掰 嗯 對啊 那你一開始就是你會覺得說 幹這個人很討厭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你已經看過那麼多電影做的 那麼擊掰的人對不對 他一定不會是什麼最終大boss 一定不會是啊 對啊 因為他就是 你知道就是故意要給你反轉到果然嗎 就是 對這個這也不是就你不用說我劇透或幹嘛 這就是老套啊 真的對 很焦急老套 就是你看一開始看起來這個很擊掰 會看起來他就是故意做一些讓你覺得很懷疑的事情 對對對 然後就會發現沒有他其實一直都在幫你之類 會說他其實根本沒有更沒有怎樣 對 所以就是這樣 對 哦 對 雷尼哈尼哦 這個人 哈哈哈 這個也是這個傳奇人物啊 芬蘭的一個導演他曾經 導過歌喉島 然後奪命總動員水生活樂這些片子 就是娛樂電影這樣 嗯 然後就是自從就是 他越來越向下沉淪就拍出一些可能 然後票房毒藥像歌喉島就是票房毒藥 對 然後就開始就是他就他把他的重心轉到 中國那邊去這樣子 然後他現在好像是長期定居在北京吧 我記得 哦 對 所以你才會看到是什麼 偷天俠盜團啊 哦 對對對 他上一部電影偷天俠盜團哦 皮爾斯波洛斯男啊 上演為也很常出現的在中國 對對對 中國電影你知道 中資啊 很常出現的外國就是好萊塢明星 對 但這部片就就沒有 應該說他沒有中資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這樣 所以我覺得好就就動作片來看的話 這部片他確實OK 哦那還行 對所以就是但 但我必須說他沒有什麼很 很什麼高大上的那種 劇情 對 合理啦我覺得這劇情 你本來就不會 期待還有高大上的劇情啊 好就這樣子囉 好 下一部電影我們要來評論的是什麼呢 我們這次呢要來評論第三部電影是壞男孩哦 那這部片呢他是曾經拍出短片哦 百月 獅情瑪莎姬的由智函導演的首部長片作品哦 但是雖然是說長片啦 可是這部片他的片長只有80分鐘 哦 79分鐘啦 憲哥來說是79分鐘80分鐘左右這樣 所以你就覺得就是說很短嘛 現在電影來說很短 很短 我當初為什麼會想看是因為呢 除了是片長邀請我 嗯 對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因為 這部片他的卡斯很強耶 其實都要我一直看到卡斯 我覺得好像好像應該會 卡斯超強的 他有烏劍河哦 然後黃聖球 中家俊 攀清玉 然後還有像那個 黃 黃香廷哦 對黃香廷 這幾個人呢 不是入圍金馬獎新演員 就是有得 金馬獎新演員 要不然就是金鐘影帝 我反正就是年輕世代 就是很多人會 年輕世代的這些非常有 就是等於等於說 有很多獎項受到肯定的這些演員 然後集結起來這樣子 然後 他劇情呢 其實在講說這四個少年呢 其實都 來自於 呃這個 可能家庭啊 呃 或是他的生活背景啊 都比較困苦啦 或是 呃就是等於是說 我們現在所謂的失能家庭啊 可能隔代教養啊 家裡沒錢這樣子哦 所以呢 他們在這個受到 呃幫派組織的 怎麼講 呃邀請嗎 也好 或是什麼 反正就是他們 他們就是當 詐騙集團的車手 那車手 大家應該知道是什麼吧 就是說 會給你很多張那種 提玩卡 然後要去領錢 領完錢之後 然後就是 就等於是詐騙嘛 然後詐騙完之後呢 啊他就給這些幫派組織這些錢 那因為呢 他們一直 分到的這個錢 就一直被這些幫派組織剝削啊 所以呢 他們為了要 呃賺取更多的錢 然後來改善自己的生活 所以他們就打算去幹 一票大的 然後這票大的呢 啊意外的就像滾雪球一樣 就是一個錯就滾出越來越多的錯 這樣子哦 所以變成是這個樣子啊 那這部片呢 哦 我 我在評論之前哦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 好啦 你聽到這個劇情簡介的時候呢 聽到這個劇情的這個內容的時候呢 大家會想看嗎 大家會想看這種東西嗎 我還蠻好奇的 大家可以留言一下 就是說 聽到我講這種 少年犯罪電影的這種這種劇情 這部片會 你會有興趣嗎 這部片他其實在去年的高等電影節 就已經手印過 而且還開幕片這樣子 然後而且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說 當時的討論度非常低 這樣 然後我現在終於看到了 然後 我覺得這部片他在這個時間點上映 我覺得有一點有趣是在於說 他剛好搭到了最近那種少年犯罪的那種 話題啦 哦 因為畢竟最近 對啊 歌喉啦 哦 少年這種8加9的問題啊 然後老師也管不了啊 然後學校失能啊 之類這樣子哦 我覺得還蠻意外的搭上這個話題的 可是呢 哼 作理就在這個可是 我覺得這部片他的拍攝哦 讓我覺得 就是 你拍出來之後 我沒有再可憐這些人耶 就是 哈哈哈哈 我這樣講說有點 就是 你去做這些事情 如果你本身就是說什麼哦 我本身很努力 然後我很孝順 然後在家裡面就是 比如說我想賺錢嘛 我因為缺錢嘛 我想賺錢嘛 所以一開始我就沒有先 先去做車手 我可能就是啊 努力的打工 然後把很多時間都花在 可能賺錢這些事情上面 然後先尋這個正途嘛對不對 好 然後正途 尋尋尋尋尋到一個狀態的時候呢 哎 結果賺沒多少 所以 他才開始就是可能是說 哦 去賺一票大的 然後去犯罪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的理由會比較能夠說服我 就是他是一個過程嘛 哦 但是呢 最後別再一開始就是 在講述這四個少年呢 基本上就是賢先無事幹嘛 沒沒 賢先沒事幹 然後每天就在哦 遊遊手好險 然後 呃平常沒事做的時候 他沒有去當車手的時候 他們在幹嘛 他們基本上就是 在路邊騙一些 老人 哦 比如說 你知道說 啊不好意思我錢包掉了 可不可以給我兩百塊 這樣之類的 就是去詐騙嘛 這種小騙子 這樣我就覺得說 哦 這個就沒辦法說服到我啊 就是說啊你為什麼不去有好手好腳 然後去賺錢這樣 啊你賺不到錢 然後再去 逼不得已哦 就比如說家裡出了一些問題 要一大筆錢 所以你去挺而走險 哦 這個才是 你知道很典型的犯罪電影才該有的邏輯嘛 可是怎麼會這樣呢 就是一開始就在那邊 就是就就就就就平常就沒沒在學好 那那怪不得你現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又被抓或幹嘛 我就覺得說啊啊啊你就應該啊 這樣 所以呢你知道就是這部片他讓我看完之後 我沒有被說服之外 然後這幾個演員就是 雖然我剛剛想嘛 就是說哇 這個新演員新生代演員 都有很多獎項的肯定 然後可能這個這個之前有很多很好的表現 可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是他們口條超差 雖然他們的演技 就是有受到獎項肯定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部片他給我的感覺就是 第一個嘛 就是長久以來幫派電影一直沒有辦法說服我的地方 就是說為什麼XY這麼討厭看幫派電影 就是因為他們的理由就站不住腳 他們辦法說服我 哦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我看太多類似的電影 這種四個少年然後加一個女生的故事這樣 好萊塢有超級多 然後我覺得就是 啊幹誰叫你就是要拍這種類型嗎 所以就有很多東西可以比較 嗯 因為你知道我看完這部片之後 我就覺得欸朋友很熟悉 然後我就突然想到 哦我高中公民課的時候 我們公民老師有給我們放一部片叫豪情四兄弟 嗯 我不知道Jerico 我不知道 這部片的英文片名叫Sleeper 他的Sleeper是什麼意思啊 Sleepers啦 Sleepers就是碎人嘛 就是就是有點像是說 哦少年犯罪 如果你進去關超過九個月 你就有點像是沉睡給的一樣這樣 就是一種術語這樣 嗯 他在講說什麼 他就在講說四個青梅竹馬 然後就在那個你知道布魯克林區那種很貧困的地那種社區 然後 呃這個這個打打鬧鬧 然後青梅竹馬 然後呃這個他們很常去跟一個神父 呃那個神父是勞伯丁若言的 呃跟那個神父一起就是打打鬧鬧 然後這些神父也知道說哦這些小朋友就是 家境沒有很好 所以就常常會照顧他 帶他們去看棒球之類的這樣 然後呢 呃結果他們因為傷害罪的關係 所以就被就送到少年感化院裡面 就等於是少年監獄吧 嗯 就他們在少年監獄裡面就遇到了一個變態 獄主這樣 那變態獄主就是凱文貝肯演的這樣 然後呢 太適合了 對 那個變態獄主就就就就我知道 小時候我看到我整個超級不舒服就是 叫他張開嘴巴然後幫我吸這樣 哦 對就是 男生啊這樣 然後我們到高中生然後看到這個東西就是很有衝擊感 你就會知道說哦 他在監獄裡面遇到這麼骯髒 這麼可怕的事情 然後是他一生當中的陰影這樣 嗯 然後結果沒想到就是好像他出獄了嘛 然後長大之後呢 那四個男生然後後來有兩個人 然後去後來加入幫派這樣子 然後就是幫派分子 然後有一天就是他們這兩個人去餐廳吃飯 然後就在餐廳裡面就看到凱文貝肯坐在那裡 嗯 所以就開始就是哎他被逮捕然後上法庭這樣子 然後呢 那這片精彩這精彩在哪裡就是精彩在就是勞伯 然後因為法庭因為知道是你你是神父啊 好所以你是比較能夠采性的這樣子 就是有點像是比較請你做偽證這樣 嗯 然後勞伯丁一做開始就是 就是啊你讓我想一想這樣 就是開始 有哦 天人交戰然後說哇這幾個 就是等於是說這四個人我知道說 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會做什麼 對然後為什麼會殺人 然後那我今天幫了那我是不是就是我我說謊 那如果我今天不幫的話那是不是啊害了這四個人這樣 所以就是有點天人交戰 所以我覺得那部片他精彩就精彩在 他殺人或是他做壞事被送到少年感化院 這些事情都是你知道 這種這種社會制度面上面的一個 你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哦 對不對就是犯罪 呃就是應該說我們的 這種這種這種懲戒教育 或是這種感化啦 或是矯正啊這種東西 其實最大的目的就是 為什麼要有法律 是因為要伸張正義嘛 然後要懲罰犯罪嘛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要避免同樣的事情再犯 嗯對再次發生的話 你要避免他 那你說好把這些少年送到監獄裡面去關 然後哎可能那個監獄裡面又遇到這種事情 然後哎是不是又之後又發生這些悲劇 他有達到這樣的目的嗎 我覺得我覺得 我覺得豪情四兄弟精彩就精彩在於說 他去挑戰那個道德 然後去批判那種價值觀 然後讓你在看電影的過程中思考很多嘛 啊幹可是壞人案就沒有啊 那壞人案就是就是 我就覺得說 幹你們這四個人就是每天游走好險 然後在那邊騙來騙去 然後最後又去做車手 啊做完車手之後 然後結果中間又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然後想要是不是對 就就是 就是你既然缺錢 你為什麼不先去想 就是說用正確的方式去賺錢 啊如果你今天用正確的方式去賺錢 然後還是賺不到錢的話 然後再去體額走險 我覺得那個才能夠說服人 對 對可是 你一開始在那邊 對 一開始就沒有辦法說服 我是覺得啊幹那你應該這樣 就是我想要 這樣聽起來會讓我想要柯正東倒的那一幕 你說黑的教育嗎 對 我覺得黑的教育 呃他沒有多說什麼 所以我覺得就還好 我覺得應該說他們兩個想要做到的事情 我覺得有一點想 就是 探討一群青少年 然後在這個階段 可能因為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導致一個很糟糕的結局之類 或是 因為他們的錯誤觀念然後影響到他們接下來的生活什麼 但是我覺得黑的教育他比較 聽起來啦 我沒有看壞男孩 但是我以黑的教育來講的話 我會覺得 黑的教育 大家比較能夠接受一點 或許是在於他的事件整起來 他沒有他沒有要觀眾太去認同他什麼 嗯 所以在觀眾看會覺得 噢 噢 好像我可以透過這個劇情要理解 可是反而是 我覺得壞男孩是不是他 應該說縮教意味嗎 或者說他的那個 就跟你縮教耶 可是他一定有想要表達什麼東西 我覺得他後面有一段哦 他後面有一段就是 因為因為他有點像是倒序法 他一開始是那個黃勝球這個角色 那就是跟著 就是 就在一個偵訊室裡面就很明顯就是他被 就是等一下偵訊這樣 他已經被抓了這樣 然後那個警察就是施明帥演的這樣 然後施明帥就一直問他問題就說 你當初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要這種做之類這樣 然後再切換到 就是可能 誰誰誰演的那個角色 然後跟施明帥對話這樣子 然後我覺得中間有一 有一度他太想要 去嘗說 這四個人當中有一個人出了事這樣 那到底為什麼會出事 然後誰做的 他當中他後面 我覺得後半段他太想要去埋這個梗了這樣 就是好像有點在製造懸疑這樣 然後讓大家去猜說到底是誰做的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這樣 然後最後面又來一個 我自己是覺得非常沒有力的反轉這樣 也不是反轉就是 應該是說 他又把那個真相拍出來 然後那個真相拍出來之後 然後他又做了一個事情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說 不要 好 其實大概 就是就是我覺得這部片他 他他他太 他太流於形式了 所以變成是 他好像一直在呈現那個事件 可是他沒有料 他他他他沒有想過說 這個事件帶給人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他就只有很表面的把這件事情派出來 然後更傷的就是 就是他呈現的那個東西 會讓我覺得太好笑這樣 哦 可以 因為我有看到 我沒有看 但是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評論這部電影 很多人都會說 結果後來他們做的事情 根本沒有什麼 根本沒有多壞 然後根本沒有什麼 就是 好像你 講把事情講的嚴重 但實際上有可能就是你活該 跟實際上就是 這件事情更沒有那麼想像中 那麼誇張 對 那種感覺 我就從頭到尾都一直覺得說 啊你們就活該啊 對 所以就沒什麼好說的 這樣 大概 好啦以上這個就是第三部電影哦 壞男孩 那我們就進入到第四部電影 然後 我們這次要來評論的第四部電影是怒潮 怒潮 對 那這部片算是 阮晶天 王大陸 張家輝 很奇怪的三個人不知道我們會吵在一起 很特別的三個人的組合 來這個 這個主演的 算是 韓式暴力限制級美學電影 那故事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有看 好 我要講故事好了 這個就是Jeriko 對啊 今天是這個 對這個 反正大家如果有看過 不然有沒有看過 我先快速的講過這劇情啦 大家也知道 反正這三個人 他有分別代表三個不同的角色 然後 張家輝 我知道 豬嘛 豬是啦 鴿子嘛 不是 不是啊 因為 張家輝 他就是一個 他在故事的印象就是一個殺手 然後 王大陸就是 黑幫集團 你要說黑幫集團的左右手好了 就是黑幫集團 所以 不能說黑幫集團 所以他就可以 就把他當作成黑幫集團的左右手 是那種 爪牙這樣 對 可是就是最高等級 就是那種專業打手 OK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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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個 看起來 很混的一個 牆頭掃警察 喔 黑警 黑警 但是看起來有 就是他的 Gain的形象 塑造 會覺得他就是 牆頭掃 對 這個過程 然後故事的展開就在於 有一天 這個黑幫集團 他們要 就是時間到了 我們要選 新的 畫室 這樣 用香港電影講話應該是畫室 就想 講 就要選一個新的領導 選新的社長出來 然後 然後突然發現 我們原本 原本要宣布的新的那個領導 新的要接棒的這個人 要掛了 所以就導致這群黑幫就開始猜啊 就是這群黑幫在那個 故事裡面那個城市裡面的影響力很大 誰幹 大家都想說誰幹 然後他們就開始猜說 沒有啊 會動我們的 就感動我們自己人的人 只有自己人而已啊 然後大家開始互相猜測 所以 其實電影的開頭 就不會讓你覺得說 好像應該 電影就是來演說 喔 這群人 互相去猜測彼此 然後演到最後 然後可能再把 張家輝啊 軟音樂是什麼 是怎麼捲聽這件事情 對 一開始你會覺得這樣 可是我覺得這 這是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這個 這個故事 演了20分鐘之後呢 你突然發現 我幹不對耶 蛤 這個事件20分鐘之後就解決了 啊解決了 對 你一開始會以為說 你一開始 就是你一開始 你一開始會想說 這群人應該就是要互相去找黑幫 就是到底誰殺了這個 這群人嘛 然後 最後可能演到最後面 才會牽扯到說 喔原來是這個樣 可是沒有發現 就是那一群黑幫自己的人 在20分鐘之後全部死光 OK 而且是 還蠻有場面的那種 對 就是 因為不能 就是雖然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去看 這個其實我覺得 這部片在劇情上面 寫的 還不錯 威幕有一點稍微拉大 但是還不錯 因為他裡面又扯 就 一部分要講黑幫這個集團裡面 那一部的事情 然後一部分要講 張家輝這個角色 到底為什麼這麼痛恨黑幫集團 然後軟音樂 又是什麼被捲淨這件事情裡面 但這部片很可惜一點是 因為我剛說他的劇情其實很多 很常會發生的事情是 比方說他前面演說 好我們今天要去殺他 就比方說黑幫集團 好我們今天內鬥好了 然後不是 我今天我要先下手一槍 他們一定有想法做 然後我要先殺 結果發現 怎麼我去 然後什麼司機就敗了 然後後來就有一個回憶片段 原來在那個時候 其實已經發生什麼事情了 就是你早上被贏被出賣什麼 然後又跳回來演現在 然後演完這段的時候 又演下一段 然後又同樣的邏輯 就你會看到一堆回憶畫面 OK 對可是這部電影在前面塑造的 一直都是 這三個人 好像是三個不同的勢力 警察黑幫跟殺手 三個不同的勢力 如何去碰撞 可是如果有看過認識電影的人 你一定會知道 這三個人最後一定會有一些 交集 對啊 對 可是重點是我在看電影的時候 前面其實你很難get到說 這三個人到底是什麼關聯 你會覺得這三個人最後一定會有 你要嘛就是這三個人最後有衝突 要嘛就是這三個人最後會合在一起 這兩種走法 如果你常看這種類型的電影 有時你到電影最後面 30分鐘的時候 你幾乎都不能get到 就是你幾乎都沒辦法猜測到 會發生什麼事情 OK 所以我不知道這三個人 怎麼會被逗在一起 我不知道這三 就是我找不到理由 讓這三個人打在一起 我也找不到理由 讓這三個人合在一起 可以然後後面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很大篇幅 接近20到30分鐘的回憶 20分鐘的回憶片段 然後回憶說 這三個人為什麼會最後變在一起 在不爆雷的情況下 OK 這部片不爆雷會 所以他有解釋嗎 他有解釋 這不是你最厲害的事情是 他很多疑惑的地方 他其實全部都解釋 OK 但是我自己看起來 他整部片應該 本來有兩個小時 我覺得 對 但是為什麼就少了20分鐘了 我覺得因為 甚至我覺得這部片 如果拍兩個半小時 會更好看 因為他的打戲 我覺得是可以的 就是 雖然沒有到很 就是真的很出色到 就像 可能像潘典當安良 可能運鏡什麼都很出色 可是 我覺得他是有很認真在塑造很多長大 其實像有一段 是他們黑幫的 某一個人 他要 反正他就是先下手為強 他要先殺另外一個黑幫的老大的時候 他們是在醫院裡面 就他帶了一票的人 要進去謀殺 因為他們已經快掛一個黑幫老大 然後就發現 怎麼沒有人 然後就發現那個醫院走廊 突然就被另外一群 就是黑幫人包圍起來 然後就是在一個長走廊上面 然後展開一群架 就那個場面是很震撼的 然後又是選在醫院這種 你會就很不像會選著打下的地方 然後又是打群戲 OK 然後 就是整個這樣拍起來 你會覺得很有場面感 然後我就覺得 所以他打戲上面 我覺得確實是像宣傳說的 他是有一定的水準 然後我自己也覺得 我看起來蠻爽的 但是有個蠻特別的一點 這不是你在開始前10分鐘的時候 讓我一直覺得我走錯電影院 因為 他前面都在講英文 真的喔 對 OK 我超級出戲 OK 好 因為他裡面就有設定說 這一大票黑幫集團 他叫鴻太集團 然後裡面有一大堆的黑幫成員 然後就有一些 就他們有一段是 一開始片段是某一個黑幫成員 在跟另外兩個 就是外國的黑幫 在討論這些 就是兩個在密謀一些事情 然後他們就全部都講英文 然後就說鴻太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 超級奇怪的英文 OK 就兩個英 兩個很明顯會講英文的外國人 然後再跟一個很明顯 很比較吃力的講英文的 假裝人 嗯 就可以等一下 然後他的背景設定 看起來 就也不是在中國 也不是在香港 就是他裡面 就是那些人 我覺得比較像是 印尼吧 他沒有明講 但是語言什麼的 有些電影院 就是你會覺得 等下我是不是走出電影院 就是前面20分鐘 啊我怎麼沒看到王大陸 我怎麼沒看到長家輝 然後我沒 我也沒 然後反正就是 我也沒看到阮今天 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對 反正一開始 你會有這樣的一個混亂感 啊結果呢 後來 後來其實我 我到最後他那個 就是他解釋這段劇情 就是為什麼這些人 會聚在一起的時候 他是有說服我 只是我覺得 如果他更多篇幅去鋪陳 就是 多多少少鋪陳說 這幾個人為什麼會 就走到現在這個樣子 我會覺得 會比較好 因為在不爆雷的情況下 我不知道要不要爆雷 先比較好 對 我覺得可能還是會有人去看 所以我就先不爆雷 但是 如果你問我說 推不確定這部電影 我覺得他的問題 就真的是 他的劇情比較趕一點 比較趕 對我覺得是趕 就連他已經 100 107分鐘了 然後其實也蠻多篇幅在講這故事 也很明顯他在趕火車 而且是很趕火車 都很趕火車 就很多東西他沒有 他都是用回憶片段 OK 來處理 而且處理的很 比較草帥一點 OK 對 但是你說打戲嗎 我覺得是蠻 蠻到位的 那選角 有點小問題 真假 王大陸不適合 不是王大陸其實 沒有 這個角 這個劇情沒有讓王大陸講太多話 OK 所以這是優點 那 軟今天 他的 軟今天其實在呈現那個 我覺得 他前面在呈現 頹廢警察的時候 會讓我覺得 好像 有點變得 比較沒有太有特色 就很典型的那個樣子 可是他演到後面 他就變周土屬山海 OK 他那個形象馬上就變周土屬山海 他那個形象 對 就是我就是要儲掉這些人這樣 然後張家蕙就不用說 他其實 也 就是台詞也不多 但是他就是蠻多那種 畢竟是也殺手嘛 所以那種 單純的表情也演法 我覺得就 張家蕙你不會很失望 你絕對不會 因為 就是這三個人演下來 我覺得我不會失望 但是 就是 真的 很讓人覺得 很多東西會讓人覺得 爛了 為什麼我現在是這樣 為什麼 為什麼突然進入回憶片 但是 你看我回憶片 你又會理解他做什麼 那我剛剛講的選角問題是 這劇情有個設計 就是張家蕙為什麼會討厭 為什麼會討厭這個黑幫組織 跟他妹妹有關係 然後裡面就覺得他妹妹嘛 就會發現 等一下 你跟你 就他劇中的演 就張家蕙會跟他妹妹兩個人 相處的過往 我會覺得等一下 你們兩個看起來像母女 而不是 你們看起來像父女 根本不像兄弟 根本不像兄妹啊 超級出戲的那種 這年紀差太多 就那個女生可能二十幾歲吧 看起來二十幾歲 然後大家會很明顯就 就是 很像他爸爸 然後兩個人又要在那邊當 就是兄妹 好啦就這樣吧 對 但是我還是要說 這部電影其實在娛樂場面上 我覺得是蠻爽的 然後選角也都是一些 我覺得有特色的 就是如果你有看過 就跟參加中國電影 或香港電影 有些有寄個選角 OK 對嘛 所以 就 我覺得我推薦 所以看完之後是OK的 但是 Danny你說 看的過程是很不OK的 看的過程很不OK 但不完全跟這部電影有關聯 對啦 你說旁邊的人一直在講話 對 沒有就是大家 我們現在就先 把我就快速的幫這部電影做個評 就最後的評分 OK 我們再跳到那個就是負面的地方 OK 反正這部電影如果叫我 我覺得我還給他3.5 3顆到3.5之間 OK 就是如果劇情講順一點 就時間充裕一點 我就會給3.5 就是一個還不錯的娛樂電影 可是如果就是跟卡在的是他劇情 有點趕火車 好 對 好我們就先 然後這部電影就先到這裡 好 好看 好看 對 好看 對 反正 OK 大家如果知道 看電影會很常會遇到各個 就像是差略講 他遇到很多滑手機 對 但我其實比較 我個人就是看電影以來很少遇到滑手機 然後滑手機我也比較能夠忍受 因為畢竟 我可以睜一隻眼 閉一隻眼 就他如果螢幕沒有那種超級亮 我就可以睜一隻眼 所以我遇到都是超級亮 對 我那邊沒有辦法 反正我沒有遇到 我都想說遇到那種已經調到最暗 然後可能稍微看一下我回個訊息 就他可能會一直拿出來 但他不會一直亮在那裡 我就還好 所以我這是遇到了 就我在看的時候 我看就是怒吵的時候其實人蠻多的 然後就是好像沒 不是我那一排也幾乎都快坐滿了 可是我剛好旁邊空 我旁邊空了兩個位置 然後再來就有一對 看起來像服務器吧 嗯 對然後目測 大概五十 五十歲以上 大概沒有到六十 那女人應該有 在隨便 反正就是這兩個人 OK 反正他們就他們就這樣 他們就 一開始進來 一開始進來的時候 我還沒什麼感覺 因為畢竟電影還沒開演 然後在預告片 大家都會聊天 我覺得 我覺得我已經完全可以接受了 然後後來電影開演 就是已經 電影按下來 然後前面開始跑一些 就是比如說 蝴蝶骨 蝴蝶 不是蝴蝶骨 現在好像沒有蝴蝶骨 新秀 現在沒有蝴蝶 反正有啦 還有那個什麼雙語學校 之前是那個台中文 新秀 對 反正那時候我看到的時候 反正那時候就是前面開始跑 已經進入電影了啦 就是開始跑什麼監製 一些 就是一些前面開始開頭的時候 然後像我剛說 前面開的二十分鐘其實 就是還都是英文 然後也沒有三個角色出現 OK 然後他們就感覺就是有一點 不耐 就不說不耐煩 就是好像 好像覺得這沒有什麼很重要的 然後他們就還在繼續 就他們就 你會聽到他們 一直稀稀疏疏的講話 又來是稀稀疏疏 就 哈哈 怎麼樣 這個什麼什麼 對 然後電影開始演了 王大陸出現了 然後那個 那個男生 那個五十多歲的中年男子 他就這樣 他說他就會動作很大 就他手會 就是直接 就是這樣 生子 到了我看畫面 叫他生子 然後就錯過到旁邊 跟他老婆說 那個就是王大陸 OK 然後我想說好 我不知道你是帶誰來看 反正 可能他失智之類的 你可能 反正他就指了 然後他就說那沒事嗎 畢竟一開始 你就如果 就像如果我 我一開始以為 嗯 是 可能先是一個兒子帶母親來看 然後可能媽媽不太知道 這部電影有誰 他可能想看張家豪 他其他人不認識 OK 這種感覺 我想說那沒關係 那是王大陸 對 可是因為那時候他們的 因為我剛不是說 我坐旁邊兩個位置 然後旁邊才是他們嗎 然後後來 他就什麼 就那個男人 就坐 原本坐在 比較有 就 比例我最遠的那邊 然後他就說什麼 他看不到 我想說 我想說你是哈比人 還是怎樣 就是就是 他 他所謂的看不到是指說 他坐在那邊 他被擋住 他被擋住 你有去過心靈秀台 小聽說 心靈秀台已經很還好了 就小聽說 反正基本上不會被擋住 對啊 就當然你會說 前面如果有人會一個人頭 可是你去哪一間戲院 不是這樣 嗯 還有更慘 有時候已被直接擋 直接擋到你一半的 那種都有嗎 他就說他被擋住 然後他就要換位置 他就換到了我右邊的右邊 嗯 就離我很近了 就換過來 離我很近 因為我 他那個前面就剛好前面沒人 就比較 嗯 然後他就說好 隨便 說好 反正就看電影 然後我就想說沒關係 反正他只要比在我旁邊就好 然後電影就開始演 就開始演很多劇情 然後他就開始瘋狂的reaction 嗯 所以他就說 蛤 他怎麼死了 他沒有死 不對啊 他死了 然後不然就會說什麼 我為什麼是這樣 而且那種超大聲的那種 就那個全聽都會聽到他在 蛤 是很多人嗎 很多人 全滿嗎 接近一半滿 半滿以上 所以等於是說不只你啦 其他人也會聽得到他們在講嗎 對不只我 OK 就因為他前面 雖然他當下前面 但他的右前方就有人 OK 然後我前面也有人 然後他的右右 隨便反正 然後他左他右邊那一區有一群人 對然後你會一直聽到他在那邊 蛤 為什麼他會這樣 然後他說 哦原來是這樣 哦 然後不然就是一些很寫心的畫面 就比方說 也沒有很寫心哦 比方說哦 因為這部電影有拍到器官買賣 那比方說這個女生 被推到那個 哦被推到那個 就是一 就是算手术的地方 好 他就開始 哦 然後就更沒拍啊 OK 電影沒有拍電影就切到下一段 這種應該就是 平常沒在看電影 那我沒有 然後 然後 對 我為什麼會知道他平常沒有在看電影 嗯 因為 很多就是 很多電影 比方說今天他在暗示說哦 今天 誰是大魔哦 嗯 什麼 你在看電影 如果你很常看電影 你就會知道說前面鋪塞 你就猜得出來 嗯 然後他就是很明顯他猜不出來 哦 他就說 哈 竟然是他哦 真的哦 呵呵呵呵呵 那你真的是智障哦 哈哈哈 我超氣 反正那時候 嗯 他就是他會瘋狂的發出我剛剛以上發出 而且是 嗯 從電影的開頭 到電影的 這還蠻惱人的啦 對啊 尤其是 他今天講的東西的時候 就如果他今天是 他如果專心看的話 他就會看得懂了啦 對 應該說 如果今天是一個很巨大的翻轉好了 嗯 然後他開始哦原來是這樣 就比方說一些 哦 懸疑電影他總會有一個今天大翻轉 哦 我懂了 那如果是那種 或是今天這個是一個笑點 或是真的很暴力什麼 我覺得 你做反應我覺得完全OK 我今天是一個 會是 一個比如一個punchline 然後你覺得哦 很好笑 然後是今天很好 怎麼樣 我覺得我都可以接受 嗯 可是他他他起反應的點是 都是一些我覺得 到底是怎樣 你到底想怎樣 你到底為什麼可以 有這麼多奇奇怪怪的 就沒必要 對 然後後來我講完這男生 反正男生從頭到尾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然後我也不想要再模仿他那個reaction 他會做 反正你各個想得到 電影可能會有的 你心裡的OS他都會幫你唸出來 OK 對然後後來看一看 就發現哦 他的另外一半那個女生 手機就響了 就他沒有響出聲音哦 但是你會看到他手機開始亮 他拿出來了 然後 大家知道看電影最怕遇到的 就是那種手機響得大聲很尷尬 嗯 他沒有響得大聲 因為我剛剛講他沒有開聲音 嗯 他給我他媽的開了手電筒 OK 他手機是會就是證明說震動 嗯 他手機就開始 嗯 嗯 噢 你說爆閃啊 爆閃 OK 就很像是他很不知道哪些手機響 他會不知道他手機在哪裡 哦 然後我想說是怎樣 那個閃光 閃到消防機過來 住在那邊應該都看不到他手機在 哈哈 你為什麼要講消防機 對反正就是超級閃 幹 靠北 然後呢 他就這樣 我從口來拿出來 而且他 手機是拿這樣 他手機說他的手機背面是 就是鏡頭那邊是對向我 所以手鏡頭是對向我 我直接閃到超 我就閃到我眼睛沒辦法睜開 嗯 結果我轉過去 然後那個閃一下 然後我是真的 當下眼睛沒辦法睜開 真的超級閃 嗯 然後他就這樣默默的拿起來 然後對到鏡頭 嗯 所以你知道嗎 他做最後一排嘛 嗯 整個影廳都在閃 OK 就是你可以看到 他前面的人突然會回頭 嗯 就以為發生什麼事情 會突然有這麼嚴重的閃光 對 然後他才默默的這樣 好好接起來 然後接下來手機 手機怎麼不閃了 他出來就 喂 啊我在看電影啊 待會再打給你 還接喔 對 然後雖然他沒有講很久 但他就接起來了 然後就繼續坐在那邊 然後他就他們兩個 一直竊竊私語的 反正要不然就 要不然就中間女生 可能還會跟那個男人講什麼 然後他就會 嗯 嗯 嗯 喔是對 對就是他 對 好 最好笑的事情就是他們打 他們最後沒有 還有 就是看那樣 對 沒想到可以講那麼久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對 反正有一段就是 就就 然後他們看電影嘛 然後 喔 寶寶有話打翻了 寶寶有話打翻 幹 我最討厭這種人 對 可是 他就當下如果他在那邊 很大騷動 嗯 就他還好 可是 我必須要說 這個點是他最後擅長的行為 讓我覺得這個人 就 他學掉的行程 他就沒有收 我覺得很沒有 嗯 就沒收嗎 對他沒收 然後他還把爆米花 踢到全面的椅子底下 嘎 我覺得超級沒品 超沒功德 就我覺得你今天打翻 你不清好 算了 可是你今天踢到下面 就會把原本很好掃的位置 然後踢到一個人家 後面很很難清理 就是 因為大家如果知道 戲院他是這種階級式的 對啊 所以你踢下去 他會到後面 就到前面那一排的後面 對 就是說 他如果要清 那個也一定得趴下來 然後到那個椅子底下 然後把他撈出來 對 因為他沒辦法 少保是沒辦法直接伸到這裡 對啊 會很難伸 然後他就 他就你看到 他就是把他拿起來 然後我把那些東西都踢到 踢到那個封封裡面 然後我就覺得 你不清就算囉 然後你還要去這樣搞 然後我的時候 我散場了 我自己走過一遍 我自己看他們兩個 說你們兩個會不會 不要說你沒品 所以我說你們看你比較吵好不好 OK 然後他就看 那個男生就一點 不知道失智的看著我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看 然後他沒有畫的時候 那我要 幹真的是怒吵耶 超級怒 真的是怒吵耶 我整個怒吵在泡 哈哈哈哈哈哈 尤其是 最後面那一段 那個行為整個那種超暴棄 就我覺得全面你影響到我 我覺得我都 好我可以忍 我想說算 如果他待會沒有在幹嘛 對啊我覺得 超級沒品的就 我覺得暴敏的話 那超級沒品 因為我是 你就是文章看電影 然後我也知道 我一些朋友在戲院打狗 我會覺得 對於那些待會要親的人 我會覺得他們超麻煩 對啊 你你放著啊 說不定還比較好親耶 對 對啊 我覺得超級親 我那個 最後那個行為 直接讓我整個怒吵 就看到他用腳去把那東西 踢下去的那個身邊 啊都 都踢下去了 對啊 他就很明顯就是 可能 愛到他走路出去 他不想踩到 你不會把他撿起來 不好意思 好啦 終止了 大概是這樣 就這樣子 好啦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或收聽了 我們今天跟你們有評電影呢 我們評論的四部電影 那 不知道大家怎麼想呢 歡迎在留言區方留言喔 來跟我們做互動 今天就到這邊喔 那 大家 掰掰 掰掰 請坐下來 等下 成功 orage 其實 你的 真的 表演 發了